今天都是有点怪怪的 是我和你们分享 今天的信息是来自《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不如我读出来看看我的中文行不行 每一个月要考试中文 很紧张 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子业的人才能进去 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 奉你的名讲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神职吗 但我必向他们声明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只会作恶的人 离开我吧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觉得灯山宝康或者圣经里面 这一节圣经对我的恐惧感很大 也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反省 也都特别多谢梁牧师 专安排这些东西给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我今天问你 灯山宝康是讲什么 你会怎么讲呢 灯山宝康的主题是什么 神的天国是什么 如果有的丫头是什么 有的丫头都是 你们都是全部拿一百分 但是如果主题是神的天国 它的次题是什么呢 哪些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天国里面 其实我觉得灯山宝康里面 有一个次题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次题 就是讲心 由头到尾都讲心 你信不信呢 因为第一句已经说 心灵贫阀的人 有福了 而且耶稣一直说下去的灯山宝康 他不停都在这儿鑑证 在这儿 我有时候想着 用英文想着 你有一些东西 表达不好 包容包容 在这儿鑑察的心 他开始讲法律的时候 他不单止只是讲法律 其实就是讲你的心 怎么看这个法律 就知道你的心向哪一个方向 讲心 他讲到之后 就讲你心态里面 就算是no no 奸淫 都是讲你的心 其实你是否这样 才是一个行举呢 其实耶稣就在那儿 监察你的人心 再讲到下去的 就算你是禁食 都是在那儿讲心 但是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 即是结尾的时候 他不单止在那儿讲 要监政你的心 他还要你的心 做一个选择 耶稣来呼召你 做天国的子民 你要用你的真心 才可以做到天国的子民 没得骗 没得办 去到七节下一位的时候 我觉得他更加的 有点压力下来 从窄门和门门里面说 他已经借你自己 要做一个选择 接着几个礼拜前 我觉得应该是PJ说 说有一个选择 说结果子和假 才知道是什么 接着后来 好像上个礼拜 就是梁牧师说 就是你的信心 要建筑在一个盆石上面 但是其实里面 都有很浓厚的警告 因为讲先知 最后一句 他就说 凡是不好结果子的树 就被斩下来 吊在火里 你不结果子 你对神的觉是没用 说到我今天 就是神不认识你 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 你们就会作恶的人 离开我吧 还有一句 就是建筑房子里面的故事 就是 聪明的人 就把自己的房子 盖在盆石上 但是最后一件事 最后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建筑在盆石上面 你的房子就倒闭 还要加具 倒闭得很厉害 所以他不单止 要你问你的心 他还告诉你 如果你不选择 这个永生的主 你的信心 你做的东西是没有 It's got nothing 我自己听到的时候 我会很害怕 有时我想到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对我自己的工作 有一个很大的反省 所以其实今天 我就是想跟你讲 一个监察心 PJ和我们分享过 有时在我们熟灵的果子里面 人生里面 可能他说有十年 二十年时间 这件事是真的 所以有时我们看旁边的人 他今天这样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一个熟灵的人 但其实熟灵的生命上面 有高有低 你不可以一刻里定一个人 我常常撞板 你常常看我撞板的时候 你觉得我可能很失败 但是神就是监察你生命最后的果子 所以我们的信心 要建筑在这个盆石上面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 是想跟你讲的 是用信心与行的结合 其实不好意思 有时我想要用英文 其实就是你的 Faith and work has to be symmetrical 你不可以有信心 不工作 但是你的工作 是要带到你更加有信心 最后的一件事 就是要检查自己的心 因为十年之间 除了你的配偶 和你最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能都可以陪伴你一段时间 但是你十年里面 你生命结果 只看得最清楚的一个 就是你自己 但是恐怕很多人 就算我今天不是说你 我说我自己 都是我们忘记了监察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警告做完了 你都知道我通常是和四尺以下的 弟兄姐妹聊天 所以我就不想 经常都用一个警告性 但是我们讲完之后 我希望先给你这个估计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就是 讲到耶稣在末世的时候 他可能同一个人 是以为他自己跟随耶稣 因为他讲到是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 在旧约里面 当看到名字是有重复 有字句是重复的时候 它是一个amplification 所以你看到以赛亚 在神的殿里面 他说Holy, Holy, Holy 是三倍 当大卫的子死了 Epsilon, Epsilon 耶稣跟马大说的时候 Mother, Mother 其实就是他的情绪 这个人对耶稣是非常之有情绪 是有情绪 但是你看看耶稣的回报的时候 是觉得 所以我觉得是很得人怕 就是耶稣对他说话 是非常之难 还有一件事要注意的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 他几次都说 我奉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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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过道 但是我没有不够胆 就是赶鬼 没有说我做过 但是 他说这个人 还做了很多奇迹神事 神迹奇事 但是你看到耶稣答他的时候 他说我声明 其实耶稣不单止声明 我觉得新领馆这里 译得是比较更有浓黑 无合法是会说它是说明 声明就是耶稣 渴望他 我根本不认识你 不是耶稣不记得了他 是耶稣说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接着还说他 你这些恶人离开我吧 有时思想自己 属灵的生命之后 我自己真的要检查自己的心 如果最后的时候 去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最怕就是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你离开我吧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 就是能监察自己的心的人 已经是前进一步 已经在属灵里面 是有一个前进 我不是说问良心 很多人说 今天我和上帝的关系 我问良心 我良心过得过就好了 我告诉你 圣经是教导 你的良心是完全信不过 是要圣灵反映你的心 你才可以看到你心中的贫乏 如果不是为什么耶稣来到的时候 我要刺激你一个新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 用简短的时间讲一讲 其实最后一件事 我自己已经给自己 今天的讲题 就是有一个spoiler alert 就是最后一件事 就是你要从信心建立在耶稣的基督 你还要是信服祂才行 之后这件事做到 是随着圣灵之下 吓完你们了 不如说一下好东西 好吗 因为我自己通常都是和儿童沟通很多 有时就从儿童里面就看到他们自小 怎么看神 小的对神有一个很好 小的那班 对神是有一个很亮晶晶的看法 I love Jesus I love Jesus 但是你看到他们越香到他们去四五年级的时候 他们看神的看法是很黑暗 神好像就快要惩罚我 有坏事他不会来救我 为什么经常都有一些恐怖事发生 所以 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里按得多 OK 所以他们经常看到父神的眼睛 是用一个不正确的时候 你的追求都不正确 如果你看到神经常都是准备在那里责怪你 神经常随时在那里起哄你 祂跟你又没有关系 好像天上看着坐着在那里 那你为什么要追求祂 我不如追求其他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第一件事 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天父 每一个宗教都有去创世自己的故事 但是只有我们的教养 是告诉你我们创造父神的心 今天不停讲心 我下次用AI看看 我今天讲的心字几次 pushing a thousand times 我们从空虚混沌的时候 神已经爱我们 我觉得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有一句 真的不好意思 有时候做powerpoint 是我做不要挂人 是做得不太好 这字体 不过我有几样东西 我想向你们有注意的 第一样事情就是 因为约翰福音里面 其实他这里我觉得他已经反映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过 你们有没有去过网站 英文叫hyperlink 中文应该叫超点月 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是hyperlink 就是他网站 有些蓝色的字 你按一按的 他会弹去你 另外一个网站 新约作者往往写书信的时候 他只用几句句子 但是其实他就是挑起你 在旧约里面很多个故事 我想你注意几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注重 就是哪个猜我来的旨意 哪个猜我来 那他就是猜我来 但是对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猜你来 那是一个父子的关系 而且叫你信的人得复活 约翰虽然说几句说话 但是其实他挑起读者里面 就是要知道这个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在马太福音里面 你除了知道父神的旨意 如果不是天国与你无份 所以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 这个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不单止他在这里创造 其实他创造是一开始 就是一个父神的眼光 他在天空在一个混沌的时候 他将光带过来 他不单止将光带过来 他还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面 造成一个美丽 常常都有一个对比 混沌里面我造一个美丽的世界 但是他造一个美丽的世界里面有什么 你乖我就给你生命树 不是啊 我一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生命树已经放在这里 等待我的儿子可以享受 我敢胆地说就是神 不是我给你这个地方 但是你要在工作上去认识我 掌管这个自然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的智慧 神创造是有跟我们有家庭的关系 第二样东西看到就是 这个家庭 他不单止创造 就是在我们最有困难的时候 他才彰显他的能力最大 看到圣经除了创世记之后 在出埃及的魂处火柱 去斥责埃及的神的时候 神的能力彰显是为了什么 我拯救我的儿子 所以他不是真的一个旁观的父母 他真的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父母 very hands on 说到最后的 我用大卫的诗来反映一件事 神的应许 神的律法 在哪里是最强的呢 就是你走过死任何幽谷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他不单止我们要知道他 我们还要遵行他 所以耶稣说你一生之中 你最终的目的就要用全心 全圣全意去爱你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教导的恩信清义 我知道不是这个恩 但是我自小爸爸妈妈教我 你能够信耶稣 都是他恩典他的呼召 所以我放恩典的恩出去 我们再看一个正礼 今天我们刚才看到青年团 他们去三凡事 其实不要想 你回来大家没事才再告诉你 其实他们去tenderloin nothing tender about that place there's nothing tender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神的爱 他们知道他们子与父的关系 他们带这些光 帮他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见证在歌颂之中 我们是可以跟父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个就是他的工作 其实他们今次回来 我还发现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们今次去这个短孙里面 是跟San Jose宣度会一起去拍档 San Jose宣度会是我以前的舞会 我还发现是第二队跟他们一起拍档 有一个叫做Douglas Douglas是三十年前邀请我去教会的那个弟兄 就是因为神有光 称你为止 你的工作上面 你更加去明白他 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去服侍 圣经也都说到 就是我们都要屈室敬拜 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个恩 就是恩信不错 恩信给我自己self improvement 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除了他是你主之外 你不可以得到这个义 说了一个大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就会讲到今天其实的正题 花了十五分钟已经讲到这样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湾区里面 有很多超技能 高学力 高领袖 有时候不好意思 我去拆监去查一下你们 哇 好厉害 有些有pattern 有些不敢看 看你们的title 很厉害 很厉害 有些是老板 不敢看这些学历 有些有很多的 abbreviation 都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知道很厉害 又大草又小草 有些在这里还有什么 debuty 但是我们在一个世界 在一个湾区里面 其实就是在美国里面 一个精英的地方 在一个精英的地方 就是这帮人 你们这帮弟兄姐妹 就是在社会上面 已经去到一个地方 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 可以在群体里面 公司里面 领袖的地位 非常之明白 技能 学历都在 经验 但是有时我们看到 我们只靠我们自己的经验 技能 去服事的时候 我们缺乏了一个福音的心 我们要小心 言语问题上 我就是用两个字 一个叫做自我激发 self motivated 另外一方面我会说 是一个gaspal motivated 现在我们讲一个工作 自我工作的东西 就是我靠我自己的能力 我靠我自己的经验 我靠我自己的财经 可以做一些事出来 其实教会都会有这样的方法 但是其实不是怪你 就是因为社会里面 已经训练了你是这样做 但是我们是用一个福音啟发的时候 我们是激发什么 我们激发是更爱主 所以我们自我激发 自我激发的目的 是要激发一个效果 有时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份 因为我以前做教会机构的时候 有时筹款就说我们派了多少圣经 我们outreached了多少人 其实说到最后是一个number 我们有什么儿童部 有多少人上升 有多少人缺制 其实都是一个result 但是福音里面是讲着更深的一件故事 不单止你有一个效果里面 我们中间我们造就了旁边多少人 我是义童部 我们今年有多少人 比如有十个小朋友 二十个小朋友 缺制 我今年自己的女儿都在这里缺制 应该很自豪 但是在一个福音的眼中里面 就看更深 就是你缺制的关系 带领这帮小朋友缺制的关系 我们造就了童工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跟家长有造就 有不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化解 是更深在两面 不是只是看一个成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一个自我激发的时候 是强调我的自我 有时候你做事做得好 那时候个个都拍肩膀 哎呀 帮助生你做得不错 咦 做一下做一下 那时候以为自己 我可以做到 但是在福音的启发里面 我们永远都是怎么样 我们强调父神 我们强调父神 我们强调谦秘 我们强调谦秘 所以是有不同 我很惭愧 有些弟兄姊妹问我们CM的standard 我standard is kind of low by how many volunteer we have 但是我们尽力 我很感谢着今年 其实儿童部里面 committee是最少人 但是我很感谢着 就是我几个committee member 真的很用心去爱我 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去弥补我 我特别要说一句 very thankful for west god 所以有时我们看到工作的时候 就算在教会的圣工里面 我们没有了一个服事的心 没有了一个真的在福音的心里面 我们自己很快就会有缺乏 靈命里面会干 做事的时候可能怎么样 英文就说legalistic 中文是怎么样 变成了一个律法的主义 当我们越用这些的时候 旁边的人很难配合 我们再看看用福音方面 福音方面我们看到 就不单止神会用你的技能 用你的恩慈 祂还借着你的恩慈里面有联盟 你今天很聪明 但是旁边的人往往都不够你聪明 我和Denis一起在做play house的时候 整天都问Denis怎么做 整个policy都找了Denis帮我改 但是中间有一个前辈 他是对你有忍耐的时候 你就会被造走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效果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可以配搭 与你一同技能的人 教会就在那里啟发一些 没有那么聪明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自我激发的时候 事情是对你 或者做得好的时候 你就有仁爱喜乐平安 但是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就整天都要靠着忍耐 可能要问CHAT GPT 为什么那些童工整天都跟我不起 但是福音啟发的时候 你会问圣灵 主啊 我怎么可以配搭我最软弱的童工 如果我今天这个message里面 有一个sales pitch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在一个福音性里面 神可以结净你的技能 你的知力 和你的地位 可以更加去为社会 或者为你公司里面服务 就是这么说 你的技能 你的知力 已经在LINKING里面看得很清楚 非常之高 但是在教会里面 如果你能够用你自己忍耐的心 爱心 原谅的心 去陪伴一些 好像我那样 整天都不是那么聪明的 但是你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面 你才真正看到一个人爱喜乐平安 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祂的能力 祂需要我们吗 但是神就呼召我们工作 好说不好听 就是一个父神 你今天在这儿塑造的时候 你往往不会变成你旁边的人的导师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要用心去谦卑 我再多多来说一说 为什么耶稣说的时候 他说的言语那么重 他说他要宣明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是一个恶人 十届里面有一条是叫做 不可以滥清神的命 我说得对不对 不可以滥清神的名字 不可以滥清神的名字 通常在儿童部里面 小朋友就告诉我 不要说粗口 不要说粗口 其实我是这样看的 这一句是你不要乱用神的名 帮自己做事 或者为自己的agenda 因为神 我们求神的国 祂的旨意成就 我们在求祂 当我们用神的命 的旨意 去叫人帮我们 做事的时候 你小心 因为第一条十计就说 除外以外 别无他的神 你不要站祂的位 所以耶稣有一个 有一个严重的警告 就是因为我今天 要保护你在永生之中 是有一个地位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做圣公 不要以为你参加圣战 你就站在胜利那一面 耶稣是监察着 我们的人生 好了 说到这里 不如说一些正面的事 怎样我们可以去监察我们自己 对不起 我经常都不记得 这么多重点 有几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 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更信靠的心 我偷PJ的解答 因为他上次那一篇 说到就是 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 其实你就是一个枝子 你除他以外 你做不到别的事 我告诉你们 其实下一句还很严厉 就是如果枝子 不插在葡萄树 不会配合葡萄树里面 是会拿出去被烧掉 就是今天我们以圣徒的名 我们要知道我们圣徒的积分 刚刚说 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要屈膝敬拜 将我们堵控 我们要明白他的爱 他的救恩 他的义的工作 而我们屈膝敬拜 就是我们愿意将我们心中的律法 在这里交换用他的律法 因为耶稣利说 我不是在这里消除 气费 先知的律法 我要来满足 是可信的 第二件事看到就是 心里面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 除他以外 他以后在马太福音更加讲 他就是和法利塞人 或者我不知道他和法利塞人 或者和更多 是宗教的人说 今天我们可以说 很多人都是行善事 我礼拜六会帮忙 second half 有一帮人来 整天都来到 就是穿着制服 他们穿蓝色T恤 白色褲 他们是辞职 他们做事很耐力 不是只是做一件好的事 是你的信仰的对象在哪里 佛祖教你倒空自己 耶稣要教你一件事 就要填满我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我不是说佛教 我不会批评他 只不过他的解答 不够耶稣基督给我的解答 更加圆满 更加满足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问良心 有时我问良心的时候 我自己都可以掩蔽良心 所以耶稣说到 你要做一个选择 但是做一个选择的过程 就是我们最后的话题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不停地监察我们自己的心 我一直说 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心 是信不过 所以在哥林多侯书 最后那里 保罗和他的弟兄姐妹说 就是你要自己 检测自己 是不是持守你的信仰 有时我和很多弟兄 在这里分享的时候 他说不是一次信了 就是永远相信吗 但是信在圣经里面说 他是不停地锻炼的 尤大都跟着耶稣去行神迹 做了很多事 但是最后在他试炼的时候 他不通了 他不通了 所以我们结果 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們要不停有個self-check 我可能有跟弟兄姊妹有時分享 我最近整車整到我現在整車很厲害 如果你要收車的Nissan Versa,我會很厲害 因為我的車這幾個 這一陣子一啪著之後,整個dashboard就是Christmas light mass airflow sensor, traction control,我什麼都懂 但是你連啪的車的時候,你的車自己都要 喂,我今天帶不著這個人出去,我安不安全 車自己都會看看 我的蘋果電腦一開的時候,前面也有彩色的輪子在旁邊 其實他問自己,我今天的機件齊不齊全 我的RAM,我的東西行不行 有時一年你都去跟醫生做過檢查報告 你今天回去,你還可不可以做家庭之主 你可不可以體力可以負荷 但是我們靈命,我們有多少時間去自己檢討自己 不要聽的,我沒有叫你看旁邊的那個 我叫你看自己 有時我跟弟兄,我跟他最接近的時候 我跟他最密切的時候,我跟他爭吵完膠之後 因為兩個個底牌都出來了 不吵架不做兄弟 有一件事就是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福音書裡面經常都有一個人物 在美一耶穌出來之前,他已經經常說 repent,repent,悔改,悔改 那個人叫做施洗藥汗 但是有時我覺得repent這個字 這個悔改的字,失去了一些東西 失去了一些東西 我以前打算repent這件事,或者悔改的時候 只不過在耶穌面前說我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有沒有人見過得罪你? 有沒有人得罪你之前跟你悔改 對不起,對不起,我自己很壞 但是兩個星期後,兩秒後又做同一樣壞的事 悔改不是這樣的 我們生命之中有一個行線 悔改在聖經的字裡面是解釋什麼? 你要去改行 不是說改行 你開車有個GPS 你鎖了一個行 有時你自己開錯路 他叫你走著,你就轉到這裡 有時Mario叫你recalculate 他有條線出來的 他就是告訴你repent裡面 你在一個動作,你在一個信仰上面 你要停一停 接著你要有一個轉行 你要再recalibrate 我們做很多事,有時做好做 值不值的東西,水泥倒得值不值 我們整條線看看他 神常上有一個repentant heart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檢查了之後 我們需要有要更正 需要更正 但是這個更正裡面 不可以沒有人在旁邊 聖靈是我們的保衛師 我再說聖靈,你以為我是靈音派 但你放心,我不會哭,我不會跳,我不會叫 真正被聖靈充滿的人 是膽敢傳福音為神工作 他是會 proclaim Jesus without shame 這個才是真正的聖靈充滿 马丁路德在改革的时候就面对这件事情 宗教里面我们经常有说过Faith and Work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Faith and Work有一个Symmetry 那个时候就是你看到中世纪的教会去到欧洲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的教会比我们漂亮 很多人人进来会电话告诉我们 你经常说给Fred 哇 你的音响真的很厉害 六个Projector 很多教会一个Projector都没有 但是你看到中世纪里面欧洲的教会出去 真的闭大个口 天花板里面游了一些东西 现在的游客要去看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问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主意 就是你为教会捐很多钱 为教会做很多东西 你看他基督教兵去东征去打Cruzade的时候 都是为了神去做 但是如果你问他们的心 我估计他很多都不合格 所以当时就是马丁路德 就是教导的信徒 就是一样东西 Your faith and work have to be symmetrical 就是我估计他看到在保罗书信 在罗马书一章和三章里面 因为就是这个因点 但是工作有一样东西 工作你会遇到很多很难的事情 工作你会遇到失败 但是你看到工作的时候 不是全挂在你 不是全部都是挂在你的自发 在一个福音的起点的时候 就算你的失败 都可以造就人 你的失败都不会觉得羞耻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你的工作里面 它可以释放你自己的潜能出来 有时候我很怕做事 就是因为其实很怕碎 很怕被人骂 但是自己也学到 我凭着耶稣的命去做 我做到累 我只不过说 主啊我今天累 我可以放下 别人的评语 我可以接受 因为他给你的评语 他给我的评语 也是给你的评语 但是有时候 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学习在一个评语之中 你可以接纳别人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自己的信心 我刚才说go123 我不好意思 我找我自己老婆来说一说 其实湾区里面 go123 我太太是中间的 其中一个主办人 有时候我坦白说 我晚上跟她说 我说不如不要做 梁牧师也说过 为什么你们开会 每次都是这么久 这么麻烦的 我自己在笑 我带回她 她说梁牧师 我们在这里会 怎样开会 你是老板 她那边开会 全部都是老板 有时候她做到不知道 她还要晚上 有时候她还要 很辛苦用她的广东话 去和弟兄姊妹传达 去教导 不知说一次 有时候七点钟说一次 八点钟说一次 九点钟说一次 我就发现她发梦 都在这里介绍 go123 我说为什么这么做 还有时候星期六 带着女儿 她晒到变成了一只黑猫 但是她说 我工作的时候 我是荣耀神 人家怎么看我 是她的选择 自己没什么好说 我自己没什么好说 我觉得那时候 我真的看到 认识她的心 我觉得不单止我老婆 她的心更美 我自己都学到 有时候我做的事 在教会里面 经常都是 只不过是被弟兄姊妹 或者是被会众的承认 但是我自己一样东西 就是要考察 我的工作 有没有是被神 承认我的心 我们往往在祈祈祷的时候 我们会求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不会在祈祷之中 是求神锻炼我们 求神锻炼我们 求神锻炼我们 更有信心 求神锻炼我们的工作里面 我们工作更有喜乐 更可以能够造就 因为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世界里面 很多programming psychology里面 说的那些叫做archetype 就是你自小开始 是不同的教育方法 你已经有一个pattern在这里 你们自己都很多 在香港长大 你知道有时候教导方面 那些填鸭式教导 到我们现在在CM里面 我最近连佛企都不佛 我觉得佛企 doesn't work 但是就是社会告诉你 不是说填鸭式work 这边的什么也不work 总之但是社会上 给了你有很多很多的模式 在这个脑袋里面 但是我们祈祷 我们生命之中求 我们有没有求神 重新造就我们 保罗讲的就是 不要模仿这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利用世界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心 要望着一个福音 有一个信心里面 神给我们今天有很多技能 很多technology 我们都是可以用来福音 但是小心 当我们的动机 是变成一个自我激发 是追求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地检讨 所以教导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要是怎样的呢 就是蒙他越南做原情的事 这个过程之中 我不再说了 是需要圣灵 非常之需要圣灵 因为你检查自己的心的时候 往往看到你的黑暗的时候 你受不住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 真的问良心 问到看到自己的良心的时候 我害怕自己 但是有圣灵在阻托我的时候 就说 我连我良心指控我的事情 他都说 保罗哥 你不可以指控 因为今天这个人是属于我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 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更加追求圣灵 是在神的话语 跟着你的工作上面 你更加可以明白 你学到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祈祷 求圣灵充满我们